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霞30号上午指出 无论谁想把台湾以任何形式从中国分裂出去 中国军队都绝不答应 绝不手软 今天上午9点 第十届北京香山论坛开幕 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共同安全 持久和平 张又霞出席并发表主旨演讲 在谈及台湾问题时 张又霞表示 中方倡导要尊重彼此主权和领土完整 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 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 重视和照顾各国安全和平合理关切 不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 不能把自己的利益凌驾于人 不能把自己的安全建立在别人不安全之上 更不能在重大敏感问题上故意挑衅别国 他强调 台湾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 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 无论谁想把台湾以任何形式从中国分裂出去 中国军队都绝不答应 绝不手软 据了解 本届论坛有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 700多名与会代表和观察员 共1800多人参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厕 在 徐 浅 weird